走進溫室日曬廠 棚架上擺滿了一盤盤的日曬面相當壯觀 老麵鋪第四代接班員蘇芳儀 兩隻手可沒閒著 不停的調整日曬面的形狀 因為我比較龜毛一點 我會認為說像這個形狀沒有用好的話 我會還是一樣就是自己重新再把它用好 曾在日商諸事會社工作的蘇琪雅 接手日曬面加夜後 補其量堅持以最天然的日曬方式來製作麵條 並研發多樣化的口味 老少嫌疑 現場工作人員伸手俐落地操作機器揉面 壓鹽成麵團 再將切好的一組一組麵條抓起 攤放在竹邊的大盤子上 經過兩天的日曬才能製成香Q好吃的日曬面 而要延長保存期限可是有秘訣的 七十多年老麵鋪堅持傳統製麵工法 追逐太陽的香Q麵條 讓傳統好味道持續飄香 新唐亞太電視羅金星方亞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